各位与会的贵宾 大家午安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站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QQ家族读报教育的成果 那在今天分享大概分四个部分 一开始会谈到一个初衷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 QQ家族的阅读计划内涵 以及所进行的延伸教学 那最后谈到我的心路历程 那一开始呢 在史宾在强生博士的礼物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想法对我影响很深刻 有种想法必须知道做什么 还要知道为什么 有目的的工作和生活才是面对生活的实际态度 那我透过 贵日报周刊这样的一个素材 也希望孩子能够打开经验世界 发展抽象的一个能力 跟世界产生连接 因为我自己的学校的孩子 文化背景比较落后 因为大概大部分都是弱势孩子 他们比较没有机会点去 让自己的与会能力去丰厚 而且家长愿意投资在非正式课业的 这个能力的一个观念比较薄 所以孩子很多来的时候都是 台下都是一条龙 台上是一条虫 不敢说 不会说 不能说 说不出来 那这样的一个现象 在我教学历程里面 发现了很多年 所以我尝试用这样的素材 让孩子能够打开自己的经验世界 但是最重要的是 就是让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找到一些解决的策略 而这解决策略 绝对不是只有单一个答案 你自己在生活中如何去运用 那也慢慢发现 有些孩子他的成长历练是比较慢的 所以也透过这样的读报教育 让我看到 孩子的开花季节有快有慢 老师需要等待 各位日报周刊 对我的学习有没有帮助 让我学到更多的知识 他一定要给我非常喜欢 大部分都倾向于前面的 非常喜欢跟喜欢 比较少说还好啦 他们不太知道 什么叫还好的意思 所以那个选项 可能老师有点技术性 因为这样的结果 可以收集完 然后告诉家长说 嗯 我的孩子还蛮喜欢阅读的喔 那家长就会说 对齁 孩子很喜欢阅读 他就会想要花 比较多时间 去做这方面的经营 然后还请小朋友说 你喜欢哪个版面 小朋友说 他可能喜欢第几版 第几版因为 观察小动物啊 画度很漂亮 完了之后呢 还要请家长做简单的回馈 那家长用勾选的方式 所以我会请他们写一下说 你认不认同啊 那希望持续推动 这是正向 他就勾嘛 然后他的意见 那小朋友的家长就回馈说 居宁很喜欢读报 希望可以常常能够读报 或是提供节约 那这个部分 其实给老师一个正向的回馈喔 读报就是要放在 我们的各个领域里面 绝对不是单一拉出来的 因为我们的课真的不够用 那不够用 你怎么用 就是看老师怎么在现场 把那及时性能够整合 在你的计划线里面 他们符号代表什么意义 他们讲出的都很少 因为他们没那个经验 也不太知道什么叫符号 于是我回去让他们说 那你请你 回去跟家人分享 什么是符号 而且你第二个题目是 你自创独一无二的符号 所以孩子必须回去 跟家人去讨论了 所以讨论回来 这答案就很特别了喔 他们认为符号 是他们的整合 他们自己的学习内容 符号代表的是什么 符号的是要弄清楚哪里 警告图案安全 那有个小女生 写了一个主意 不知道什么叫主意 叫他意思的意思 他说就是主意啦 我说好好就是主意 然后看懂沟通 这个孩子整合出来的 对于符号的认知是 有跟家人沟通了 那也有跟同学分享了 他们共同讨论出来的符号是这样 那我请他们做 他们独一无二的符号 我觉得这个地方 很棒的经验是 孩子开始 他只会把他们刚刚想的符号 把他放他的符号 放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 像这个啊 闪电表示生气 就是我的心情 那这个请小生 就是要提醒 噓 好 那这看恐怖片上写 我的妈牙 它已经不局限 只有圆形跟方形 然后这恐怖片 那这个是主意 这小女生说要注意 小受伤的人 不要踩到他 那个细腻度 那这是不能画黑板 好 这是什么 牙医诊所 小朋友画出来的 要画这个图不容易耶 全是猪牙虫耶 他花多少时间 可是他们很喜欢 经认在那个环境里面 发现他们喜欢透过图 来告诉我 老师我知道什么 老师我想说什么 老师我能什么 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我最棒的感动